你 醒了 早啊 还早 都吓我了 饿了吧 我给你热饭去 不用 我没胃口 对食物都吃取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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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遇到了 人生的重要难题吗 我现在每天吃了睡 睡了吃了 我感觉自己 都快呆成废人了 我发出的那些简历吧 前几天还有人回复 现在 一点音信都没有 你说 你说 我是不是被这个职场 给抛弃了 找工作的事 真的急不来 现在也不是 求职的黄金时候 所以啊 你安心在家休养生息 做一个快乐的咸鱼 不好吗 说真的 我以前吧 总是觉得 啥也不干的 待在家里 当一条咸鱼 是最幸福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当咸鱼 不见得比摸鱼快乐 我就贱命一条 根本掀不住 你说 如果啊我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那不如我转换一个思路 我创业怎么样 创业 创业可是九死一生 你看眼耗在 他 你就不能举一点积极的榜样吗 而且 我创业的话 我只投人我不投钱呀 我自己干的话 也不会亏本 那你想过没有 这亏损的 是时间成本 你怎么就是要打击我呢 行 不打击你 我们就是论事 做一个前景分析 你创业得做项目吧 你想做什么 就还是老本行呗 我做自媒体 自己一个人搞媒体 行 那继续话 你做自媒体 就得配上什么内容 反正这些体验你是做不了了 还有什么新选题吗 我拍探店视频怎么样 帮助广大网友发现宝藏店铺 顺便还能吃吃喝喝 各位老铁们 这个三百块钱的麻辣烫 究竟是什么味道的呢 江州老街 就有这么一家店 让林妙妙带你品尝一下吧 探店视频已经泛滥了 太俗 很难脱颖而出 况且我总觉得 你在假公集私 为了吃而吃 你不要揭穿我好不好 那要不然 我拍影视视频解说怎么样 这个女人叫翠花 她刚刚失了夜 正急着找工作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她已经被佛波勒跟踪了 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中 视频解说的素材 帮帮设计版权的问题 后续会很麻烦的 一不小心就踩坑里了 那这样呗 我就做那个美妆博主 这总行了吧 哈喽各位姐妹们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散粉 超级好用 你看她的粉质是不是特别细腻 而且她上妆以后一点都不油哦 有没有 她的持光效果超级赞 一定要拥有它 你眼线的话不问 确定做美妆吗 你看我就说吧 把所有能走的路 别人都走完了 我一头撞死我了算了 淼淼 这种事情根本就急不来 你要相信你的实力 说不是很快 就有好消息了呢 好吃吗 有点辣 牙膏帮你系好了 淼淼 你成天抱着个手机 来 该刷牙了 我还吃了 我吃完了 马上就要睡觉了 你别吃了 来 给 你不抱手机能干吗 我抱你啊 我现在是施宠了呗 说话都不好使了 你这话或说或少有点说 MS MS要采访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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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